大家好,我是小九 欢迎再次观看我们的小九商业摄影技巧与曝光 今天我们拍摄的主题是一款玻璃质地的香水 大家一听到玻璃质地,肯定会想到两种方法 一个是勾白边,一个是勾黑边 今天我们不用这两种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更创意的方法来表现这款香水的高贵 还有它的价值感 首先呢,我们拿到这个香水瓶的时候呢 一定要不要拿双手去摸这个瓶子 因为像玻璃质感的瓶子很容易留下我们的指纹 这样对于后期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手套 今天拍摄的就是这款香水 香水分很多颜色 我们这边香水呢,发黄色为主 所以说我在布这个景的时候 我选择了跟这个颜色同一色系的 来给它作为搭配 我们布置这个背景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背景布是个金色的反光面 大家肯定想不到这个金色的反光面不是去特意去买的 这是一个金色的手机袋 说在平时的生活中啊积攒下来的一些素材 还有一个工具呢,就是我们的这张银的纸 对,这个银色的纸呢,反光很强 这个在文具店都可以买到 我们作为它的底,放在这个背景的前边 大家肯定很奇怪的问我 为什么我的背景纸不给它弄的很平整 这是我故意弄的九昼 因为我们通过后边的九昼,然后反射到下面这个银色的纸 让它形成一个全都是黄色的一个背景 当然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我会使用大光圈,小景深 把这个背景呢,拍摄的很虚幻 这样的背景呢,非常的虚幻 而且很有质感,很有空间感 不是那么单一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香水皮的曝光 首先呢,我没有用这个勾黑边和勾白边 我用的是一盏测逆光作为主光源 来打透这个玻璃质感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会看到主光源拍摄一张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玻璃皮呢,还算可以 但是呢,背景呢,一片漆黑 所以我们要给这个背景打一下光 我们为什么选择猪嘴来打这个背景光呢 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光打到我们的主体 就通过这个猪嘴,然后把这个光打到背景 我们来拍摄一张看一下效果 我们增加了这一个背景光之后呢 会发现我们的背景有一定的细节了 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够 反差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又选择了一个八角作为顶曝光 为这个背景还有这个香水瓶作为一个曝光 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它下面的云色纸 也能给这个香水作为一个曝光 使这个香水呢,晶莹剔透 我们来拍摄一张看一下效果 通过这三盏灯呢,已经拍摄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背景的细节呢 在这个位置呢,还是有点黑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凹进去 所以说它接收不了这三个灯的光 所以我们还要需要增加一个反光板 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补光 摆放这个反光板呢 很多朋友肯定问,摆设多少度呢 是45度还是30度呢 这个没有标准 我们要依在这个相机这个位置 来观察这个背景 什么时候捕到光了 什么时候就正确了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我们来拍摄一张看一下效果 通过今天的讲成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 为什么你拍的时候感觉那么轻松 我们拍的时候不知道 如何去曝光,如何去布景呢 其实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多看这个网络 或者书籍上的样片 看看这些商业用途 是怎么样去拍摄的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平时呢 也要收集这个身边的各种材质 比如说这种银色的 各种的彩色的背景 这些东西呢 我要平时一定要积攒一些 以被我们拍摄时候的需要 这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闪蒙灯配件的各种效果 为了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这个效果 我呢稍微简单的布了一个景 就是我通过每次更换一个不同的配件 然后来拍摄一张全景 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灯的范围 然后呢我们来一张特写 在这个布景中呢 我们放置了不同材质的东西 比如说干花 这个瓷器 还有网络玩具 木制品 金属 还有布衣 我们通过更换不同闪光灯的配件呢 我们来做一下对比 让你更深的了解 就是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八角揉光箱是什么效果 方形柔光照 长条柔光箱 雷达照 标准照 裸灯 四叶挡板 竖光孔 螺光散 反光散 通过刚才的测试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配件的照明范围 还有就是对各种材质不同的效果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区分这个不同光源的一个方法 就是看它的影子 所以希望大家导回这段视频 重新看一遍 观察它的影子 有的影子呢 非常浅 有的影子非常硬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当然更希望的是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 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 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交流论坛 多发帖 多分享 多交流 让我们共同提高我们的商业摄影技术 当然也可以通过邮箱 发给我邮件 我们取得更好的交流 请关注小酒 我们取得更好的 找我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